这五百年对于她来说 是一场无比漫长 无比孤独 无比痛苦的歌剧 是一场无比的歌剧 是谁允许你到这舞台上来的 作为神明福卡洛斯 我理解你对我的仰慕 但是也请你别坏了规矩 好了 我没有要承接你的意思 不需要你报上名号 走吧 别耽误了我的表演 别说笑了 你难道感受不到吗 我可是神明福卡洛斯 风担的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我看呢 我要时刻表现出最优雅 最高贵的仪态才行 观众们 这只是一次舞台意外 别担心 守卫会处理好的 我来保护他这儿 映 抛影看破 你好呀 正面偷袭 喂 你在做什么 观众们可还看着我呢 守卫在哪 守卫 无处盾逃 是 散弹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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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你 我回 Marin 你去试着 又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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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 我好像知道 虽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但它好像就在我的脑子里 所有人都会溶解在海里 只剩下水神自己在神座上哭泣 至此 封丹人的罪孽才会得以洗刷 嗯 没错 你很清楚嘛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记忆好像全都含昏不清 但唯独对这个预言记得很清楚 预言里的内容是会真实发生的吗 是的 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封丹的灾祸迟早会出现 一切会按照预言那样发展 逃也逃不掉 那不是很严重吗 大家都会死 是的 作为封丹人 我也会溶解吗 别担心 世间的奇遇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给世人带来转机的 正如你今天见到了我 我会告诉你 能让大家都得救的方法 只是 你可能要经受一些痛苦 原来还有得救的希望啊 吓死我了 看你之前把话说得那么慢 至于痛苦 虽然我脑海里的第一个想法 的确是为什么非要我来经受痛苦 但是 反正预言真的实现的话 我也会死吧 更何况 奇遇已经找上了我 如果有一个天平 一端是全部封丹人的性命 一端是我自己的痛苦 想也不用想 天平会往哪边倾斜吧 你果然是最完美的人类 是我的理想 这可能 就是属于你的正义吧 哦 没什么 听好了 封丹现在刚刚失去了水神 我需要你去扮演那个新的水神的角色 扮演 神明 是的 你要一直 一直演下去 不能让任何人怀疑你的身份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我就有对抗预言的办法 可一旦你的身份被戳穿 最后的希望 就会消失 可是 这要怎么才能做到呢 以人类的身份 扮演神明 还要做到不被戳穿 放心 你要做的 不是让自己变成真正的神明的样子 你只要扮演 人类想象中神明的样子就好了 你也是人类 所以你应该清楚 那是什么样的 要记住 摆在你面前的难题 不会是如何摸索神性 而应该是 如何对抗人性 我可能还有点理解不了 但我会试着做做看的 那么 我扮演水神的事 要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呢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你可能会经历漫长的岁月 在结束的那一天之前 你都不会变老 而我承诺你 一切都会在一场盛大的 如同戏剧般的审判中结束 所有人都会得救 神盼吗 真令人兴奋又期待呀 虽然书绿亭早已对外宣布 我继任水神的事 但这样执念民众们 还是第一次 优人眼说 要怎么才能像神明一样呢 老实说 我还没有什么头绪 总之 先表现得自然一点吧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 欧碧克莱格剧院 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 我继任水神的事了 没错 我就是弗尼娜 德风丹 你们的新水神 对于成为一个国家的新神明 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很荣幸可以引导大家 作为魔神福卡洛斯 同时也是正义之神 我将尽我所能 带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时代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今后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意见 欢迎提交到舒律亭 风丹的未来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原本还以为自己会口吃 还好最后顺利的 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了 接下来 这就是新的水神 不会是舒律亭在糊弄我们吧 作为高于人类的神明 我还以为会更强势一些 喂 听到了吗 他最后还说让我们给他提意见呢 神明不是应该无所不能才对 他居然这么谦虚 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两样 我猜 可能根本没有新水神 是舒律亭推上来的傀儡吧 等等 怎么回事 大家都在怀疑我 这样下去可就糟了 被戳穿的话 大家都无法从预言中得救 对了 镜子里的我说 我只要扮演人类想象中的神明 冷静点赋您那 认真想一想民众们想要的 他们想象中的究竟是怎样的神明 强势 有存在感 能够打消一切疑虑的那个形象 我注定要去扮演的那个形象 不错 我的子民们 唯有这样的你们才配得上我福宁那的统治 我之前在想 如果有一天登上这舞台的 是一名懦弱的傀儡 还声称要做这歌剧院的主人 封担的子民们是否也会顺从 现在看来 很好 你们都不是那种无聊的家伙 也有资格在这歌剧院中 与我一同见证那些美妙的审判 好了 刚才的表演是给大家的见面礼 是我自认为符合歌剧院氛围的出场 接下来 就让我重新致辞吧 原来刚刚是表演啊 怪不得 我都忘了这里是歌剧院了 新的神明居然这么有个性 吓了我一跳 不过总比之前那个懦弱的形象好 又有趣又有魄力的神明 真是太好了 未来应该可以放心一些了 民众们的看法似乎扭转过来了 就按照这个感觉 重新开始就认言说吧 好了 我亲爱的子民们 不论你们是否承认我是否信仰我 都请保持你们对正义的热忱 听闻这个国度的罪孽 便已无法迪迹 点起篝火 为风担的未来而引进杯中之酒 这世上没有依靠审判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要你 我的子民啊 你的心底坚定的信仰着正义 只要你 只要在这欧毕克莱格剧院 在这浴室裁定书记之前 我魔神福卡洛斯 就连世间的诛神都可以审判 哇 还好 水神大人 弗尼娜大人 这是今天审理的案件报告 以及后续处理结果 请您过目 我不是都在现场的吗 那些细枝末节就交给纳维莱特处理吧 更何况 这些审判没有异常 是我所期待的 敢问 您期待的审判 是什么样子的呢 盛大的 如同戏剧般的 可以终结一切的美妙审判 哎 说了你应该也不明白吧 是的 在下没有能力揣测神明大人您的想法 不用这么惶恐 也不用在意我刚说过的话 你自己去忙吧 我期待的审判 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弗尼娜大人 我 我太激动了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谢谢你能接见我 不用说什么谢谢 你要谢谢你自己有这份毅力 终于排队等到了见我的这一天 哈哈哈 看来身为神明的我所散发的魅力 也在某些方面 给大家带来了困扰呢 好了 你是叫戴欧地雷对吧 你儿子的病最近怎么样了 您 您居然记得我 还知道我家里的事 他现在好多了 其实我儿子才是您更加忠实的信徒 他非要闹着让我来见您 并把您说了什么复述给他 哈哈哈 不错 真不错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可以提前和我说 偶尔破例去民众家里转转 那也不是不行 就当转换心情 您真是又温柔又贤明的神 我要代我儿子再次谢谢您 福尼娜大人 这是近期的水文报告 您要我们留意的那部分参数 依旧不乐观 嗯 果然如此吗 作为神明 这是我早就知道的结果 只是想看看以人类的智慧能够分析到什么地步 种种预兆都表示预言还是会发生 算了 这不是你们当下需要操心的 呃 据我所知 风丹科学院那边也在试图研究出对抗水面上涨的方法 真的吗 他们有什么头绪吗 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任何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呃 是吗 也难怪 毕竟这件事已经触及神的领域 不过他们的精神还是值得嘉奖 今天终于结束了 扮演水神的一天 几乎连一刻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现在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 再也听不到怀疑的声音了 或许就这样也不错 这样下去的话 所有人都会得救 别想太多了 明天还要继续 抓紧休息吧 扶宁娜大人 这是新案件的审理报告 以及后续处理结果 好了 看过了 看过了 不用重复我在现场看到的剧情了 扶宁娜大人 终于能够和您这样见面了 扶宁娜大人 我们在白松镇附近 监测到明显的水文异常现象 知道了 继续观测吧 科学院那边如果有动向 也记得告诉我 今天应该没有哪里露馅吧 一定要把最让民众放心的样子展现出来呀 一定要把最让民众放心的样子展现出来呀 只是 还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精神上的疲惫感很重 今天也早点休息吧 很新的意味 尽头 弗宁娜大人 能和您像这样近距离对话 就好像做梦一样 听说我们家族 第一个有这份荣幸受到您接见的人 还要追溯到差不多二十代人 以前的戴欧帝磊夫人呢 不错 多么优秀的家族 接见像你这样虔诚的信徒 或者说虔诚信徒的后代 真是最为令我愉悦之事 您过奖了 弗宁娜大人 弗宁娜大人 怎么了 我忠实的子民 您 您是在流泪吗 怎么回事 我都没有留意 哎 估计是我身上的水元素 过于充盈了 真没办法 谁让我是思长水元素的神明呢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是神明大人 您力量的体现哪 能见到这一幕 我真是太荣幸了 好漫长 好孤独 还要多久 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吧 说不定这场戏 还要继续上演几百年 从没想过这个过程 竟然会如此痛苦 我是否已经到了极限呢 不 我应该很久很久以前 就到极限了吧 今天的我 就连自己落泪都察觉不到了 好想要和人轻松 哪怕一个人也好 可是 那样就前功尽弃了吧 几百年间我做了那么多调查 可没有任何突破预言的希望 现在唯有继续相信 将水神扮演下去 才是拯救封丹唯一的办法了 求求你一定要成功啊 镜子里的我 福尼娜 或许你真的不需要这样独自支撑 虽然不清楚你还知道些什么 你的子民会非常愿意与你分担 分担什么的 那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 从一开始就注定 只有我自己来背负这份职责 既然你不需要分担 你至少还可以选择倾诉 我是见证者 对我倾诉就好 见证者 对啊 听说你是从心海之外来到提瓦特的吧 也就是说 你从来都不属于这里 假如提瓦特的一切是舞台上的戏剧 那么你仅仅是歌剧院中的观众 对吗 如果是你的话 他说的没错 如果是他的话 倾诉应该也没关系吧 可是 如果一切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展 承受风险的 是整个风担的民众啊 不行 弗宁娜 你不应该自私 可是 万一真的没关系呢 弗宁娜 你已经努力了这么久了 稍微自私一点 也可以吧 你又不是要做多么过分的事 只是找一个合适的人 稍微倾诉一下自己的烦恼和痛苦 应该没关系吧 错过这个机会 或许就再也找不到了 好好的 再考虑一下吧 没什么 我没什么想倾诉的 我可是神明弗宁娜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为观众 直到谢幕之前 你就好好地见证我吧 我 所以 所以 连弗妮娜自己也不知道真相 你也从未告诉她你完整的计划 是的 要骗过天理 首先要骗过自己 她真的很了不起 这五百年来 但凡她的意志有任何松懈 风担都只会剩下最糟糕的结局 嗯 相信人类 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能够理解你是如何骗过天理的了 但这应该 只能说是真相的一半吧 关键还是在此基础上 你究竟要怎么从预言中拯救风担人呢 很好 风担最高审判官的逻辑果然清晰 你应该早就察觉到了 御师裁定书籍并没有那么简单吧 我的确一直怀疑 御师机存在自我意识 连你也曾经指出 在御师机的核心坊间听到过人声 现在看来 应该是你的意识隐藏在了御师机之中 没错吧 嗯 不错 从表象上看的确是这样的 我带着风担的神之心 与御师机合二为一了 那你对御师机的理解 恐怕还不够深刻 其实 御师机并非是用来执行正义的机器 真相则是 御师机是用来杀死正义之神的机器 什么 哦 不 确切地说 是会连同正义之神的神作 一同摧毁的机器 我可不是那种看着弗宁娜受苦 自己却心安理得的享乐的家会啊 在这五百年间 我的工作 则是在御师机中不断积累绿肠混能 其实已经有人发现过 御师机所产生的能量 只有一小部分 用于给风担的城市功能 而剩下的绝大部分 都被积累了下来 用于 今日死刑的执行 今天的审判和死刑 果然是你计划的一部分 五百年间 不断地积累 足以支撑风担民众使用千年甚至万年的能量 都继续在御师机中 但也只有这个量级的能量 才有可能撼动天空岛制定的规则 才有可能打破陈世期执政的格局 将水神的神座摧毁 所以御师机给出的结果 被判处死刑的不是弗尼娜 也不是弗卡洛斯 而是水神嘛 摧毁水神的神座 如果我没想错的话 你的意思难道是 当然是 要把原本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啊 换句话说就是 一切都是为了将水神的全能 归还给这个星球的水元素龙 可是 怎么了 你又难过了吗 古龙之大全即将回归你手 提瓦特的水龙王就露出这种表情吗 从五百年前直到现在 你做了这么多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能够牺牲自己 我可从没有这么想 这一刻的我还在为成功骗过天理这件事 而沾沾自喜呢 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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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让我去审判天理 天理不是犯了和厄格利亚差不多的罪吗 厄格利亚窃取的是原始他海的力量 而天理则是窃取了你们古龙的力量 既然我作为正义之神 那么将原本属于你的力量归还于你 才是贯彻正义的做法 无愧于正义之名嘛 说起正义啊 我一直觉得 正义就是向人类的存在本身 去追溯的过程 如果说窃取原始太海的力量 是封丹的原初之罪 那么超脱了一切行为上的对错 单单是封丹人作为人类的降生 以及存在于世间的资格 便是封丹原初的正义 换言之 存在即为厄格利亚的正义 而对于我来说 正义应当意味着存续 打破预言 让封丹的人们活下去 才应该是此刻高于一切的正义 现在 不论是我 还是所有的封丹人 承载这份罪 都已经太久太久了 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 等你拿回了元素龙的全部力量以后 你会给予我们怎样的判决呢 当初我受邀来封丹亭 成为最高审判官 如今看来 也是你的主意吧 我终于明白这个位置的真正意义了 原本我对人类的存在并不感兴趣 但这五百年间 与人类的相处 让我逐渐与这个种族相互理解 尝试去感受他们的感受 真是狡猾呀 福卡洛斯 事到如今 你是知道 我不可能再做出有罪判决的吧 哎呀 看起来行刑的时间就快到了呢 我这个罪人 也该准备谢幕了 话虽然说得轻松 但面对死亡 果然还是有些恐惧啊 或许 这就是神与人之间难得的共同点吧 我 snack UK又看 再见 那位莱特 希望你喜欢这五百年来属于你的戏分 哦 图中 直接离开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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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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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是不是水面又降下去了 谁推了 什么 我们没有容金 别是假的 别是假的 什么 这是真的吗 啊 预言 是假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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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沃土 次梅会出坛灾后重建 近日 记者走访白松镇 与次梅会发言人纳维亚小姐 深入探讨了白松镇的现状与未来 旧的土壤仍能开出新的繁华 纳维亚小姐称 人们对希望的看法 就像深夜肚子饿时见到小饼干 只要一点点就好 维恩哥来号飞天舰艇 风丹科学院的货还是福 世人对爱德温先生的诸多争议 儼然成为了风丹科学院的保护罩 朱里厄则是被掩盖的神秘矿藏 人们称呼第一个研究者为疯子 却不知道如何称呼第二个 假如那个人甚至实现了奇迹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词去概括他与他的团队 天哪 我都快不认识报道里的人了 真的是朱里厄和纳维亚吗 被写得像什么大人物一样 怎么样 都挺信任的吧 蒸汽鸟报的想法很简单 灾难刚刚过去 我们用一份免费的写满好消息的特刊 为人们平复心情 至于这些大新闻的价值 就在于它总是有后续 我们会跟踪报道 深度讲述这些人背后的故事 艾德温的助手朱里厄制作出了真正的飞天船 四媒会的纳维亚小姐带领居民重建家园 相信就连见多识广的你们都会被吸引 我也想 但仔细一想 这些事的前因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那还有什么好好奇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你们一起去跑采访呀 发现了吗 你们是最好的新闻温床 而且有你们在 我肯定能见到那个公爵的 你确定 他不是拒绝采访好几次了 这次没问题 跟我走吧 先去白松镇 再去梅罗彼得堡 有些事啊 到了就知道咯 那么多好 你真好 词 很 我 也过分 你好 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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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不错 构图上你就像一朵点缀在鱼头旁边的云 好 稍等 我再拍几张别的 嗯 这样应该足够了 反正之后还会再来 今天先这样吧 动作真快啊 速度是新闻的要诀嘛 新鲜就是第一 另外 套近虎拉关系也是我的长相 说不定 那天我就能请到科罗琳德小姐参加专访了呢 你的精神真是百折不能啊 我都佩服了 我猜 夏洛蒂小姐就是这样说服梅洛彼得堡 同意她前去采访的 哇 消息真灵通 是不是我问了西格文小姐 西格文小姐告诉纳维莱特先生 纳维莱特先生又讲给您听的 好完整的信息练 纳维莱特先生只是问我 梅洛彼得堡对媒体的态度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友好了 我告诉她 那不代表莱欧斯利先生就会亲自出面 有谈何友好呢 你说得对 我得珍惜采访他们的每分每秒 那事不宜迟 我们先走一步啦 一路小心哦 有什么好玩的消息记得回来分享给我 我会拿好吃的下午茶交换的 你很好奇梅洛彼得堡的情况 对啊 那个莱欧斯利 亏我以前找机会去水下问她有没有什么关于我父亲案子的消息 她绕了一圈也没说出什么消息来 但请你喝茶了 是吗 喝了两大壶呢 不过茶确实不错 我也觉得那里的茶不错 啊 说到这个 今天要一起喝茶吗 你反正也有空吧 我想要黄油饼干 呃 居然还点单 好吧好吧 嗯 哎 雪奈慈维奇先生 喜欢什么口味的饼干 我吗 都可以 有巧克力味的就更好了 好的 交给我吧 雪奈慈维奇先生 稍后我会跟你一起清点信送达的物资 准备工作今天应该都能完成 好的 小姐 那太好了 哦 哦 你换唇膏了 嗯 之前西哥文小姐送的礼物 好 试试吗 颜色也挺适合你的 哇 又到这里来了 还有点亲切感呢 看来你们也对这里念念不忘 公爵 居然跑到门口来了 嘿嘿 是来接我们吗 是啊 迎接你们二位 和由护士长引荐的记者 夏洛蒂小姐 总算见到只存在于 风丹传闻中的公爵先生了 谢谢您同意我来梅洛彼得堡采访您 不用谢 不过您要采访的重点可不是我 记得我们的约定吧 哦 当然当然 几位这边请 哦 哦 你们不用那么紧张 照片已经拍完了 夏洛蒂小姐 这些照片真的 真的要刊登在蒸汽鸟爆的头版头条上吗 或许鲁尔威小姐不希望自己的脸 和朱里厄先生并排出现在报纸上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哦 看朱里厄先生坚决反对的样子 莫非很看好这次采访 不是 我我就是第一次接受采访 谢谢蒸汽鸟爆愿意采访我 别看我这样 我可是有幸见过艾德温先生一面的 说真的 我比较爱跟您聊天 您比他还像天才呢 带来奇迹的船只 拯救世人的方舟 您就是传说中的使者 重现了神话 不过 那艘会飞的船 现在在什么地方 哈哈 夏洛蒂这家伙 是不是想再拍一首独家资料啊 不得不说抱歉了 那艘船目前正在工厂深处 恐怕不方便带您前往拍摄 真的 那用您的采访代替这一空缺行吗 答案您已经知道了 采访我不如采访护士长 或者 再给这两位天才研究员拍点双人照 为什么要强调是双人照 那就两张单人照 我头发乱乱 帮我看看 没想到梅洛彼得堡也有闹哄哄的一天 哦 不对 仔细想想 不是第一次闹哄哄了呢 都在这里 各位 要不要尝尝我做的新影片 啊 护士长 啊 那个 夏洛蒂小姐 请给梅洛彼得堡的护士长拍些漂亮照片吧 嗯 啊 好的 西哥文小姐请跟我来 我们找个人少的光鲜明亮的地方 嗯 好的 拍照要笑吗 所以 最近 梅洛彼得堡 还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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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你呢 会有什么改变吗 能有什么改变 梅洛比德宝依旧会如此运行下去 我在这里的职责也不会改变 至于芙宁娜小姐的离去代表什么 未来的丰丹制度有没有变化 就留给水上的人们去烦恼吧 喂 各位 我这边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好 那今天的采访就告一段落 感谢您的配合 旅行者 我们走吧 下次再来 下次还来 也许吧 说不定有一天要写水下工厂的报道呢 现在就先再会了 好 废后一站 码头 其实 我也想看看夏洛蒂小姐拍出来的公爵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必要呢 我们的工作中不怎么需要照片 正因为不需要才有留念的价值呀 看公爵这副表情 似乎也没有太反感 或许我只是在为没被纳入镜头感到高兴 采访很顺利 嗯 顺利地用朱里厄先生和露尔薇小姐抵挡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呢 太好了 为他们庆祝吧 两位虔诚似锦的年轻人 这是采访的笔记 里面提到会飞的船将来也许会被应用于多种方面 记者小姐还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 我怎么知道 飞行就只是飞行而已 你要用会飞的船广播喜讯还是举行婚礼 都不关我的事 是 婚 嗯 干嘛这样看着我 原来 会飞的船能用于婚礼 不是我说的 是那个记者提起来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也是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示范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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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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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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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真不错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好的 请记一下我的地址 李妮特好努力地在帮菲米尼建立社交呢 是菲米尼主动提出要多交朋友多社交的 她还想做我们魔术演出的助理 我打算先引入佩依作为表演助手 再让菲米尼也加入进来 以后水下逃生魔术大概可以交给她表演 潜水远水下逃生 会有人想看吗 应该行吧 凡事都有第一步 她也会慢慢成为我们魔术表演的一份子 李妮特 方便过来一下吗 夏洛蒂小姐说要给我们拍照 来了 那位夏洛蒂小姐太善解人意了 看出我有话要说 特意把大家支开 所以 雨昕哲 最近好吗 父亲说 最近的事你们也费了不少心 他很感谢你们对风丹做出的贡献 还好吧 风丹毕竟也有很多我们的熟人嘛 话说 仆人现在在做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 其实 其实弗宁娜大人离开以后 父亲与纳维莱特大人进行了商议 纳维莱特大人 将风丹的神之心外交赠予了父亲 外交赠予 把神之心送给仆人了吗 嗯 我一开始也很惊讶 但仔细想想 还是有不少理由的 比如 给当初错审公子大人案件的事致歉 感谢公子大人在原始台海中拖延了吞星之惊 而且 父亲之前 也帮了风丹当局和白松镇不少忙 可就算这么说 那可是神之心呀 是不是还是有些草率了 也是 不过我其实听说 纳维莱特大人对此事的态度 有过一次明显的变化 啊 难道有什么纳维莱特自己才知道的理由 这个嘛 可能得直接询问他本人了 啊 说来我之前 还见到他在梅洛彼得堡的入口附近散步呢 他不是应该很忙吗 居然有空出来 真没想到 不过这么说来 神之心是给了仆人吗 那公子呢 公子大人据说已经回智东养伤了 之前灾祸发生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了 对啊 回想以前 很多事都是发生在我们和愚人众之间 没想到这次愚人众居然和我们是一边的 区区立场转换 那么值得你震惊吗 谁啊 父亲 来码头看看孩子们的情况 偶遇了旅行者 还请不要太在意我在丰丹的成果 这也是必然 你 你要带着神之心回智东吗 这本就是我们执行官职责所在 也不必太均逆于立场 我听说 鱼人众的目的并不在某一处或某一人 而是整个世界 面对那样宏伟的目标 我们很难不拥有多种面貌 而转换这些 正是我一直在做的 取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 我从不相信任何人做出的过于漫长的保证 自己也不那样做 真诚只在一时 便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真诚 至于你们 请容我期待下一次合作 好事不会是一个人办成的 你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神之眼 我会记得的 也感谢你一直为公子保管这份信物 我这里已经接 啊 是 是 您好啊 记者小姐 您好 据我所知 拍摄您的照片需要通报的外交部门 是的 所以很遗憾 我无法加入您的报道 至于这几位孩子 还请多多描写他们作为魔术师 即未来魔术师星宿的一面 嗯 好的 嗯 海风不错 趁着天气还好 我也继续散步了 再会 再见 父亲 那个人真的好有压迫感 我都不敢拍他 还好采访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谢谢你们 今天这么多素材够我写的啦 别太紧张啦 临走前来一个魔术口袋吧 旅行者和派蒙也拿一个 用来搬东西 是啊 第一次见面我们好像就是在发魔术口袋 现在又在做一样的事 真够巧的 发生了那么多事 袋子却还是那个袋子 大概这就是生活吧 至于在生活中遇见的人 就都是缘分啦 好了 稍后还要去其他区域继续派发袋子 我们先走一步 旅行者 派蒙 祝你们拥有美好的一天 送走下落地了 我们去看看那位莱特的情况吧 希望他别忙到没时间跟我们交流 嗯 祝你们拥有美好的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两位是遇到灵妮先生了吧 先前她经过这里 特意跟我打了招呼 来得正好 我刚才还在想 什么时候见面比较合适 说好了要为你们解答一些 没来得及说明的事 不愧你记得呀 明明煞后处理也有很多工作要忙 还能分出心思给我们 趁现在你就快说说吧 风丹究竟是怎么得救的 对我来说 到现在还是个谜团呢 许多事 真到了开口的时刻 反倒有些苦闷了 原来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福卡洛斯摧毁了水神的神作 归还了力量 你变成了完全状态的元素龙娃 但我有点没搞懂 你具体做了什么 才让风丹的人们避免了溶解的 不过 这些人不可能会有关系的 也不可能会有关系的 古龙之大泉 与我来说便意味着对水元素的绝对掌控力 风丹的人类 是当初进游恶格利亚之手 利用胎海的力量所创造的不完全的人类 类似一种拟态 但只要风丹人体内的胎海能量还在 我便能行使古龙的全能 仿照星球最初孕与生命的过程赋予他们真正的血液 幻言之 在我降下判决的那一刻 风丹人便成为了真正的人类 自然不会再被胎海水所溶解 福卡洛斯竟然算到了这里 这就是让预言看似发生 但又能够拯救所有人的关键点吧 嗯 从某种意义上讲 福卡洛斯通过这样的办法 也真正完成了初代水神 想要将纯水精灵变成人类的愿望呢 我还能够拯救你 另外 看你的表情 应该是还有其他事想问 请发问吧 我都会如实相告 有关公子一案 我多方追溯 得知他年幼时曾坠入未知的深渊 机缘巧合下唤醒了吞心之精 但于情于理 并不应该因为这种原因 就将公子认定为灾难的根源 只能算作是连带责任 至于预示鸡在那场庭审中的判决 是基于连带责任 还是因为福卡洛斯猜到 他能与吞心之精互相牵制 故意让他替凤丹拖延时间 就不得而知了 福卡洛斯果然还是在为凤丹人着想吧 甚至最后凤丹人真正成为人类 也是拖他的福 这么说起来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凤丹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前 他们生出来的孩子 难道也是穿水精灵变的吗 生命本来就如水流般 循环不息 你还记得凤丹人经常会来到陆景泉这里 求子的事吧 嗯 林尼特说过 这里是凤丹所有水流的交汇处 其实就连那些夫妻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求子 其实并非只是一种封锁 而是一种仪式 泉水中那些受到祝福的泉水精灵 真的会在数月以后 作为新的凤丹人降生 我 我大概明白了 看来这种仪式 如今已经用不到了呢 但估计还是会作为习俗 来延续下去吧 请发问吧 我都会如实相告 说起来 听莱欧斯利说 福尼娜已经离开了 那是怎么回事 福尼娜女士 民众只知道 她的死刑并未真正执行 她信任了水神意志 将名义上的事物交付于我 离开了格局院 我忠实而全面地转述了福卡罗斯最后的话 她听完以后 没有表现出悲伤 也没有表示欣慰 只是说 她累了 需要休息 说完这些 她就收拾东西 像普通人搬家那样 搬出了格局院 福尼娜 那她现在有地方住吧 请放心 我自然会安排妥当 她的衣食住行都不成问题 其实我隐约为她感到高兴 尽管她精神上累积的创伤 需要时间来慢慢修复 但不再需要扮演水神福卡罗斯以后 她终于可以放下所有去过普通的生活了 那你自己呢 得到水龙全部的力量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福卡罗斯失去后 御师才定书记也停止了运转 这件事会直接影响审判 我慎重考虑后 决定取代她在庭审中的作用 今后我会自行审判 并将结果传达出来 看来你还是完全在以最高审判官的立场考虑事情呢 身为元素龙 我仍有许多未敬之事 可这份力量 这种责任 某种意义上都是被赋予的 所以在履行其他责任之前 我首先要作为最高审判官 继续为奉担效力 二者将在我的生活中并存 此外 水神的离开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歌剧院将不再铲除绿肠混能 是啊 那种能量来自于民众对水神的信仰吧 可现在城里的机械都在正常运转呀 能量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如今的我 已经可以完全掌控盲荒能量了 它完全可以用作替代能源 这也是我暂时离不开风担的原因之一 哇 古龙的全能真是好用 请发问吧 我都会如实相告 哦 对 听说你把神之心外交赠予了仆人 那两位知心官在这场灾难中的确做出了诸多贡献 暂且不谈他们完全处于自愿的部分 单轮现阶段 虚人中在风担的目的 表面上看只有一个 那便是神之心 如今浴室才定书记停摆 甚至水神之神座都不复存在 我也并不需要神之心的力量 神之心在风担 已经彻底失去意义 假如虚人中的目的并不单纯 那不如就趁此机会 满足愚人中的要求 免去更多不必要的周旋 还真是复杂的考量啊 我还以为你只是为了感谢仆人 以及给公子道歉呢 请发问吧 我都会如实相告 过一段时间 你们准备要去纳塔了吗 我在做向导方面 可没有什么天赋 只能尽可能把我所知道的情报告诉你们 据我所知 纳塔可以说是龙的国度 龙的国度 像你这样的龙吗 不 我想我在纳塔 应该并不会受到欢迎 和像我这样的古龙不同 纳塔的龙类 应该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化 如今正大量与人类共存着 那里也是战争的国度 大地上 延续着无休止的战火 还有一个与你们来说 可能会有用的情报 那是我之前与仆人谈判时 不经意见获知的 名为队长的执行官 也已经入局了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队长 听起来很强的样子 真是到哪里都有这些愚人中执行官在活跃啊 建议你们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再前往纳塔 在此之前 封呆你们想要铸留多久 都欢迎 请发问吧 我都会如实相告 啊 等等 关于神之心的事 我还有一点问题 之前和琳妮聊天的时候 琳妮说你对送出神之心这件事的态度 有过一次明显的变化 我们都猜测 可能还存在什么只有你知道的理由 难怪碧鲁之家 可以作为愚人中的情报机构 竟然这样敏感 关于这个问题 我正巧也有件事 准备和你们分享 啊 还有什么事情 其实那天 我将你们从原始台海送回陆地上以后 我和那位名叫斯科克的小姐之间 还有过这样的对话 那 我们两个就先上去看看了 你也早点上来哦 那位莱特 那位莱特 接下来 嗯 吞星之惊不在此处 没有了干扰 我终于能够秀出你力量之中的成分了 是星球最初的古龙全囊 但又附加了一些 类似于神明的诅咒的东西 对我来说很是新鲜 到底是什么 我应该有印象 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嗯 答案好像很简单 我想起来了 你的身上 现在带着第三降临者的遗骨吧 遗骨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 嗯 用你们常用的说法 好像应该叫 神之心 的确 福卡洛斯的神格消散后 便把神之心委托给了我 但你刚才描述他的方法 我确实闻所未闻 或许因为我自幼和师父习武 没有再回过地面 我能接触到的情报 不在意 我还是想起来 我自己的灵状 我还想起来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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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起来 你必须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 也是我不愿再回到地上的原因罢了 你所说的第三降临者 指的是谁 又是在什么时候死去的 师父之前没有和我提过 可能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信息 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下次可以问问师父 再给你转达 下次 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吗 是啊 嗯 这么一说我还有个徒弟呢 有事就靠他传话吧 以上是他告知我的信息 无论是否有用 我都想先将这些转达给你 第三降临者的遗国 神之星嘛 在我印象里 一直都是像棋子一样的东西 怎么会是什么遗国 如果没有误会或特殊比喻的话 他应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很不吉利 还是丢掉为好 于是你就送给愚人重了呀 如果斯科克小姐所说的都是真实的 那么这种位格的东西留在风丹 的确只会徒增隐患 我本就猜测 你应该会对降临者这个概念有所了解 可没想到你也是其中之一 这么说来对元素有着极强的兼容性 以至于可以增负元素力的神之心 源于第三降临者 你的身上是否也拥有类似的特质呢 比如不需要神之眼就可以使用元素力 应该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兼容性吗 不要不要 还是先不要想这些了吧 总觉得怪怪的 拿死去的第三降临者和旅行者做比较什么的 话虽这么说 可还是觉得很不吉利 等公子恢复好了 我们再找个机会去逼问他吧 让他找自己师父帮我们好好问问清楚 我也认为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 盲目进行过多猜测并不明智 审判庭上也一贯如此 好了 这么说来 风担的预言危机也算真正告一段落了呢 嗯 福卡洛斯的一切努力 也都是为了这一刻 可是 作为神 他最后牺牲了自己 作为神 他又那样煎熬地度过了五百年 谁就是他想要的吗 神的意愿 大概就是这么神秘吧 我想不能 只是偶尔我也会猜想 假如愿望 是天空中片片云朵 终有一日化作雨水落回大地 生命如水流般循环不息 雨是最终的回答 水偶尔倾斜 雨 却会公平地降下 你我他所沐浴的雨 又有什么分别呢 要注意 给了一段时间 你才能中间 在ralia 黄泽的那间 我会有什么 可以 想要 想要 还可 最终的 大家 马上 都会 做好 完全的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